不管在哪里的台湾人都爱台湾 但到了对岸的台商只能说 我爱共产党 总统蔡英文出访 路过美国85度C买了杯咖啡 85度C就被打成台独企业 随着两岸关系紧张 台商也成为夹心地 两岸台商也有自保之道 但是到中国创业已超过15年的 鸿杏台商 只要有人问起他的政治立场 一个中国 然后那个什么救援公司 当别人问起的时候 你就模糊带过了 那如果穷追猛打 那你就到最后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我爱共产党 今天商人去做生意 无非就是要赚钱 立民25年前 就到中国设厂的理性台商 三年前因获利不佳离开中国 虽然他没有成为夹心病 但曾碰过 还干在宿舍 看台湾的声率 政论性节目 隔天就有官方来询问 是否有人在场内散播台独言论 我觉得政治上而言的话 就是 你尽量不要去做任何表态的动作 这也让他意识到 踏上对岸土地 还是要有政治敏感度 董新闻综合报导 哇哦像世界争骗 你旅居海外 行脚各地 用影像说故事 讲道理 写日记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三千万浏览人次的 苹果网站投放 报酬由我资金奖励 作品浅记有创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